大家好,我是Stan 6月11号,Blackpink在世界巡回演唱会墨尔本站 杰尼在舞台上进行到一半时 因健康问题突然下台 让粉丝们都非常担心了 前几天5月30号 根据YG娱乐的公告 起诉已经确诊新冠肺炎没有参加在大阪的演唱会 原本以为康复后的起诉 会与其他成员一起以完全体四人在墨尔本演唱会回归 但在勒不惜舞台的时候 杰尼突然唱到一半就扶着头走下了舞台 让现场的观众们都非常担心 而其实在看眼前的几个小时进行sound check的时候 杰尼就因为身体不是没有站在舞台上 在演唱会开始后 也可以看到一丝是打了点滴的杰尼 在杰尼走下舞台后 三位成员对粉丝们表示 杰尼身体不舒服 所以由三人继续进行演唱会 希望大家可以因缘杰尼 可以为他加油 然后最终由三位成员结束了演唱会 而在演唱会结束后 YG娱乐也发布了公告 在今天6月11号进行了演唱会 成员杰尼因身体状况不佳 无法完成舞台陪伴大家 虽然杰尼强烈希望能完成表演 但在现场的医疗人员判断下 杰尼需要充分的休息并静养 所以我们立即让他下了舞台 杰尼也因为能陪伴粉丝们到最后感到十分抱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人又不是机器 这样过劳的话一定会病的 希望能好好休息 不要出大事 为什么每次都是杰尼不舒服 其他成员们都没事呢 又不是只有杰尼有行程 海外巡回行程真的很紧 还剩很多不病才奇怪又有时差 也一直有个人形成 真的会很累的 而且身体是身体 看到有那么多钱你的酸盐 更让人伤心 为什么要这么讨厌钱尼呢 公司在做什么 这样对歌手对观众们都造成了困扰不是吗 都这样了还坚持结束自己的part后才下台了 哎 所属公司好好照顾一下吧 这么病了的话 应该要让他休息 事先勾置观众们 给希望推款的人推款吧 这样应该要给推款吧 去看了四个人的演唱会 途中一个人退场的话 说推款的人应该是个没喜欢过歌手的人 我家爱豆在舞台上 因为健康问题 没跳舞只是坐着唱歌了 但是都没有人嘛 只是在担心 这才是正常的 看到IG有那么多酸盐 真的很心疼 在日本侠奈秀 因为肩膀受伤 无法挥手的时候 也集体来出征 这心灵会受到多大的打击呢 前几天是 因为健康问题没有参与行程 这次又是解你这样 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网友们疯狂大喊 Oh my Sana 没有か 只看得见Sana的Sana TWICE在洛杉矶巡回演唱会的时候 成员Sana的独舞直拍影片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 黑色紧身衣裤 偷出浮色的白衬衫 这个任务片段 短短三小时就突破了十万次的观看 白衬衫真的疯 太辣了 哇不知道为什么太辣太美了 屏幕就跟MV一样 真的好棒好帅 说实话这次巡回 灿烂有不辣的食物吗